蛋蛋屋洋食館不僅延續了健康舒適與風味的特色 更追求現代流行與創新的精神 融合現代的時尚潮流 因為當初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蛋包飯在日本是稱為歐姆提斯 那其實在台灣蛋蛋屋是第一家引進日本蛋包飯的專賣店 事實上在台灣來講的話年輕人都非常喜歡 那經過這幾年已經區域比較成熟了 所以在蛋蛋屋我們的蛋包飯的組合裡頭 譬如各種醬汁還有所謂飯搭配這樣的一個方式 做成稀釋的方式來出餐 所以在台灣有造成一股蠻大的風氣 那一直到現在我們就不斷地朝這個部分繼續延伸 原本我們最初基本的蛋包飯就是蛋加飯的一個方式 那後來經過不同的料理 像咖哩蛋包飯啊 還有我們現在的牛肉蛋包飯啊 甚至再加焗烤跟麵組合 那變成有一種三合一的方式組成蛋包飯 這樣的我們也稱為蛋包飯的一種套餐 蛋蛋屋養食館不斷加入菊飯敦飯系列 更有物超所值的排餐系列 展新的概念再度引領幸福料理風潮 其實蛋蛋屋很有趣在2007年的時候 我們初期進入到上海 那事實上在上海這一塊算是 我們蛋包飯是初期的去進入到這個市場 那我們並沒有直接就用蛋蛋屋這個名稱 我們把它轉成蛋包飯 飯就變成那個for飯有趣味的 所以在所謂餐點的一個塑造上 就偏向比較更年輕化 所以更多人能夠接受 那年輕的這個族群就更有機會吃到從台灣過來的 蛋包飯的專賣店所呈現的東西 那譬如說我們就加入了一些甜點類 或者是一些下午的一些下午茶 這樣的話蛋包飯就在大陸形成 那它跟台灣不同的就在品牌的訴求上 我們就不是單一叫蛋蛋屋 我們就變成蛋包for飯 就是有趣味的 顧名思義 後現代風格的氛圍 猶如穿梭在藝術的回廊 讓您品嘗的不只是料理的美味 彷彿置身於藝術之都 讓您完全沉浸在這典雅的異國氣息中 為主要問題 這位咖啡的氛圍 你不只能做一首歌 餐廳 吃旁的事 吃旁的食物